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一大早 花蓮發生了規模七點二級的大地震 這是繼九二一以來 大概這二十五年來 在臺灣所發生最強烈的一次地震 九二一七點三 今天是七點二 所以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在第一時間 立即進駐到災害應變中心 這時候當然就是一級開設了 只是全國各個單位要掌握災情 而國民黨花蓮的立委傅崑奇 因為他的選區就是在花蓮 花蓮受災這次也是最嚴重 所以內政部長尼諾昌也邀請他 直接坐直升機回到花蓮 因為到花蓮 從臺北到花蓮 這個所有的鐵路公路全部都中斷了 不過我們再看看雙北也是災情不斷 今天早上我在臺北市的消防局 剛好有一個捐獻救災車給消防局的一個活動裡面 那單單我到那裡就聽到了至少兩百五十件以上相關災情的通報 看到救護車不斷的一進一出一進一出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十點多就已經兩百五十件的通報了 另外我們再看到了新北市 大家看到了捷運的環狀線 軌道居然震到錯位 那到底這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非常的驚訝 大概是在圓山路附近那裡 在各方都忙著救災的時候 余政也不斷的傳來 那剛剛我們在跟花蓮連線的時候 現在在我們線上 結果也聽到他在喊余政 余政 所以換句話講 那這個余政不斷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他 還有在這個時候最可惡的 有一些假訊息 竟然利用這個來擾亂我們的救災 擾亂各個市長救災的一個相關的指揮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看待這一些人 相關的議題 我們今天會好好的來討論 現在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鄭佩芬 朋友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王世祺 世祺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小芳 林玉慧 大家好 再來我們實質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建民黨 發言人胡文綺 溫綺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汪傑銘 建民 大家好 今天我們特別的邀請到 我們以前的土木祭司公會的 全國理事長 現在是我們新北市土木建築協會的 理事長 我們的余烈余理事長 余理事長你好 部長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在線上 有我們國家特收隊的隊長 陳一豐也在我們線上 等一下馬上會跟他連線 那有沒有在線上 隊長 陳隊長 有我在線上 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問個好 各位主持人 各位在場的先進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的陳一豐是非常優秀的一個消防人員 那他有非常豐富的救災的經驗 等一下會跟大家談 他現在人就在花蓮的現場 會讓大家來了解 監視器距離搖晃 但下一秒 整棟大樓突然下線 往右傾斜倒塌 民眾逃窜 汽車駕駛乘客連忙逃出 瞬間塵土飛揚 恐怖畫面全曝光 民眾嚇得不斷呼叫求救 因為整棟大樓傾斜一半 一樓被壓扁 二樓直接扁一樓 滿地都是碎片 花蓮在7點58分發生 銳銳是規模7.2強震 但主震後8點11分 出現較大規模的余震 位在市區軒圓路上 八層樓高的天王新大樓 突然倒塌 不少人受困在內 消防隊出動雲梯車 將受困民眾一個個救出 但救到一半 余震又來 消防車電線桿不斷搖晃 但搜救任務持續進行 女子抱著狗狗被救出 另一邊一名婦人抱著孩子 驚險坐雲梯車脫困 還有一名孕婦被成功救出 目前救出22人 一度還傳出生命探測器 有偵測到生命跡象 搜救人員也看到受困被壓的女子 但呼喊沒有回應 孩子母親急到痛哭失聲 另外主鎮發生後 一名康信小姐原本已經逃出 但疑似要救飼養的寵物 後來又返回大樓 回去沒多久 大樓就倒塌 那個康信小姐要往 從花崗爺這裡再進入一次 對 然後大概15秒過後 她房屋就倒塌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出犯說 她15秒的時間不會走到二樓去 所以大概可能在一到二樓的 二樓有一個夾程 特殊人員用生命探測器 搜到疑似有生命跡象 搜救權也到現場支援 包括副總統賴清德 內政部長林佑昌 都到場作證指揮 這次地震 還是跟以前我們大家的想法一樣 因為花蓮就是地震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還是花蓮受災最嚴重 尤其這兩棟 我們看到了這一棟 花蓮天王星大樓倾斜 一大草 大家看到這個倾斜 另外有一個一棟公寓 那這個一樓是早餐店 一樓全部都不見了 大家看到 那二樓變一樓了 當然這個是天王星的現場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走山 整個花蓮重德這附近 整個蘇阿公路整個斷掉 整個落石下來 還有蘇阿公路大清水隧道 整個橋斷下來 一輛車剛好走到這裡 我看嚇一跳 那如果我剛開車我會嚇一跳 所以今天我們現在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現場有我們的國家特殊隊 他們是在竹山 他們的隊部在竹山 那隊長是陳一豐陳隊長 陳隊長你好 你好 隊長好 你現在在我們花蓮天王星的現場 是嗎 是 我在花蓮 這個在海的現場 就在天王星大樓的旁邊 能不能簡單跟我們談一下 你現在搜救的狀況 現在是我們下午 我們是錄影時間 當然播出是在晚上 不過現在 你現在大概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整個現場的狀況 還有救難的進度到什麼程度 能不能先跟觀眾朋友們來說明一下 好的 那我們消防署特殊隊 一大早我們聽到這個地震的 這麼嚴重的災情之後 我們就直接從竹山搭直升機 空情總隊直升機 直接到達災害現場 那我們到達災害現場的時候 大概在十點五十五分左右 那我們的同仁 我們的搜救人員 第一時間就投入的 天王星大樓的搜救 而且我們從一樓到七樓 主層的搜救 一個房間的去處理 那都沒有發現 那後來透過監視器 然後確定有一名 那個本來有四名 四名受困 本來的訊息又四名受困 那後來三位有找到 那最後有一名受困 受困到現在 現在我們也已經找到了 他現在在想方設法 把他解救出來 那目前狀況並不是很好 可能是歐卡的那個現象 不過現在我們的生命探測器 探測到生命跡象是有沒有問題 探測的結果是目前是沒有生命跡象 沒有生命跡象 但是你們知道人在哪裡 是 我們現在正在做 想辦法把他解救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各種破壞的機具 要把這些破壞要把 要把進到裡面去 那我們整個早上 那一大早 你們應該是除了花蓮本地的消防隊以外 我們的特殊隊應該是第一時間 國家特殊隊是第一時間 第一個部隊進駐到花蓮的吧 是沒錯 我們是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的資源到花蓮縣的那個在建場 那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有其他的縣市的收救隊 也來到了現場 共有五支的資源的縣市的收救隊 所以另外的收救隊 那大部分是南部的吧 我所了解應該是南部吧 是 主要是高雄市 屏東 還有台東 還有台南 所以那他們過去是做西澳山洞嗎 對 從高雄市 高雄市消防局 還有屏東 還有台南 他們是做西澳山洞的飛機直接過來 所以是到 台東 台東縣消防局他們是開車過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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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概南部都到屏東的 我們國軍的空軍基地 從那邊要山洞是比較快 那我們特殊隊到了現場 因為觀眾朋友們很想了解 你們有攜帶怎麼樣的破壞器材 因為你們第一時間了解的狀況 因為一定會把現場 然後用視訊立即的把這個現場的狀況傳給你們 一邊都傳給你們 那你們看到你們帶了多少的機具 多少的人員在第一時間趕到 我們主特說 第一 我們是因為搭直升機 所以我們主要收舊的 我們總共出請了兩架次的直升機 總共12個人 還有收舊權 還有收舊權 然後還有生命探測器材 只要是搜索生命的任務 所以你們現在瞭解了說 除了這個現在有一位受困在現場的以外 那已經其他的沒有在其他的人 受困在裡面 其他都已經救出來了 其他總共有 連現在目前這一位總共有25位 那其他24位我們已經把他 現場的收救人員把他收救出來 所以這是根據監視器 就是大樓監視器所確定的 24位救出來 剩下一位在裡面 你現在要不用破壞器材 要把他找出來 也知道位置在哪裡 那其他的沒有人在受困的 沒有了 現在目前是沒有了 所以這一位現在被 就是在受困的這一位 如果找到了以後 那你們在天王星的救難的 這個工作是不是就會告一個段落 基本上等這位受困者 救出來之後應該可以告一個段落 OK 那另外另外的那一棟 我們有看到另外一棟也是一樓都不見了 整個滾下去了 一樓滾下去的早餐店 那個地方你所瞭解現在狀況是什麼 因為我們到達現場 根據花蓮縣消防局給我們的訊息 我們就直接來天王星道這邊支援 那其他的部分也沒有受困的 本來有民眾都 也花蓮縣當地的救災人 都把它出產出來的 所以其他的樓層縱然有一些裂痕 基本上都已經收救完畢了 沒有受困的人 所以另外一棟也收救完畢 所以換句話講 換句話講說如果你們最後這個找出來 那在基本上人命跟人員的收救部分 就會告一段落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OK 那要感謝你 辛苦了 我想還有我們這個收救兄弟是安全第一 自己要安全才能夠去救人 所以在這裡請你們收救隊 還有這些弟兄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安全局勢是最高指導原則 所以我們會確保我們的收救 安全為第一原則 對對對 這當時我們在一起 也一再的跟大家提自己的安全第一 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你 你在收救的 這個能夠休息的空檔 跟我們連線 我在這裡要特別謝謝你 辛苦了 不會不會 這個陳隊長 是以前我在當部長的時候 我把他從高雄調上來的 他本來是高雄的 港警隊的消防隊的隊長 我把他調到這裡 當然這肉身關 升了好幾級 他升了好幾級 因為能力不錯 好那我們現在要回頭 在我們的棚內的現場 我們今天現場還有一位特別來賓 因為長期我也認識到非常的久 是一個非常資深 非常優秀的一個土木技師 他經驗非常的豐富 各項的救災等等 他也都常常參與 做什麼漁列 漁林市長 理事長你好 是 部長 我想要給你請教一下 從這樣的咕嚕去 主要 有時候說我們在住房 或是說我們現在要買房 主要這個原因 如果是我們要怎麼去注意這個 如果這兩間房子 他流都不去 現在剛才說 搜救隊說的那個被困住的 生命探測器 他說是知道在哪裡 但是沒有生命跡象 所以當然比較不樂觀 我們還是希望有奇蹟出現 所以理事長 你怎麼看這個地方 這個房子 很重要 一般民眾最關心就是說 我要住什麼的什麼樣的房子 很簡單 就是耐震 新一代的建築物 就像你現在用手機 你用智慧型手機 你不會用老的那個大的黑金剛 一樣 因為新一代的耐震的建築物 加入了耐震結構 耐震性度提高兩倍多 強住肉糧 韌性結構 以及一百三十五度的黃鉤 現在我們看到地震以後 其實六級 當時就是今天早上這個六級 在花蓮地區 對建築物的傷害是很重的 是很重 六級就很重了 六級 我們臺北才五級弱 五級弱 那一陣度之後五級弱 對我們臺北今天早上七點都感受到了 那因為這個地震 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 淺層地震傷害最大 今天還好這個是十五點五公里 五公里 幾乎是九二一的兩倍的深 九二一大地是七點三 八公里 十公里以內我們就淺層地震 那規模這個七點號是很恐怖的 我們在做設計研究地震 研究建築物設計的人 我們的定義 六點五規模以上叫做強烈地震 規模 當然條件是淺層地震 那因為是深的地震 又從花蓮傳到臺北 所以臺北才四級五級 所以兩個問題 一個是事情發生了 花蓮地區民眾的房子 要去檢查一下這些糧跟住 有沒有嚴重的裂縫 因為我們怕後面的餘震 如果你不理他 你繼續又住在裡面 很可能餘震倒下來 或者說將來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要去補牆 可以找這些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公會派人去幫你 上網去找他們公會的 電話都找得到 我記得第一次發生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公會 都會義務的馬上進駐 我相信今天應該也會進駐 也會 也會 對 政府會徵召 政府會打電話 去要求這些公會 結構技師公會 土木技師公會派人 給他們拜託啦 不過他們現在進去也麻煩 因為路都回去 鐵路不通 公路不通 如果要去 我們花蓮有當地的辦事處 花蓮當地的祭司就夠了 當地的祭司其實就夠了 上次的雲翠跟統帥犯店那一次 我們北部南部去支援的不多 大部分靠還是靠當地 當地有幾十位上台位的祭司 其實就夠了 那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你參謀這麼多的建設 包括公共建設 你都參謀給我 我請教這個人 這現在是大家在緊張 這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都常常在擠 但這是在新北市裡面 新北捷運環狀線 明顯軌道位移 那一開始說 他是偏偏的設計 所以不是位移 可是現在又好像確定是位移 現在已經確定都的確是這樣子的 現場民眾嚇到說實在很誇張 那新北市的捷運局局長李正安說 確定下班時間前無法恢復通車 這要長時間的處理 交通局已經偵派公車班次協助旅客運輸 所以在這裡可能我們的上下班的 要稍微忍耐一點 也在這裡呼籲天災請大家忍耐 不過在這裡環狀線量柱錯位 專家驚奇說耐震至少六級 交大運輸研究所退休副教授黃台生表示 一般來說高架橋耐震度最少都要達到六級以上 這一次地震北部最大震度只有五級 卻發生量柱錯位 他反映施工問題會比設計問題還要大 要怎麼看這事情 你專家 這個不應該 這個不應該 不應該發生 對 因為這一次我剛剛強調規模七點二很恐怖 但是因為他深十五點五到臺北才五級弱 那公共工程像這些設計都必須要能夠承受到六級的地震 然後不至於損壞 那這個鋼糧叫上部結構跟下部結構錯開了 一般的設計我們設計一個PIN 他上部結構直接插插入下部結構 或是用焊接用索羅式的話 不管怎麼樣這個連接點跑掉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趕快固定 怕遺症掉下來 這落下來 不得了 對 不得了 那不是這樣子 既然這裡有問題 必須要用高空作業車 不是看到我們電視畫面 怕很多人在軌道上走 有什麼用去檢查什麼 高空作業車伸到上面去檢查 所有的這些點是不是只有這裡 還是其他地方都還有 所以新北環線政府要趕快去做這件事情 全面性的檢查 這才是重要的 理事長我看 本來這個水港 這個水港接點這個應該接這個 對 這個接這個 這個接這個 這整個都不是只有這樣開去而已 開去之後還有錯動 是不是這樣 因為只用水港來看 應該是這樣 所以看起來 這個點會有出問題 那因為高架是這樣子 每一個地方都有良柱的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點 可能都要去注意 要不是在橋面走去看不到 我的意思是說要用高空作業車 輪胎的吊車 手臂伸上的上面可以一個人上去 好好的去檢查 檢查都沒有問題以後 不要急著通車 就發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全部檢查過安全了才通車 新美環線 不管他新美捷運局 臺北捷運局 應該趕快做這件事情 看起來 因為這個會錯位 對 我看大家都因為過道 過道還沒去看 我看過道也可能歪了 如果今天發生了六級的地震 這樣我們接受 因為天災 那因為只有五級弱 這個是應該被檢視的 到底設計有沒有問題 施工也沒有問題 這個點必須要進入鑑定的程序 今天早上我看到新聞 臺北市結構技術公會的許茂欽 理事長跟官方公正的第三單位 已經去確認他是余位 確認余位 余位的 這個就不用再講 早上很多新聞 重收婚禮 不管 這個確定他是余位 上部結構跟下部結構 是位置跑掉了 所以如果這樣說 我們理事長也說 我們這個設計 至少要能夠承受六級 台北市到五級而已 比較沒有五級 四級多了 所以一開始 大家以為說 怎麼我們的警報都沒有響 所以換句話講 中和高架路段 板心站和中原站之間 一段橋樑被震到錯位 目測大約五十公分 就連排水管也明顯落了一截 警方在附近拉起封鎖線 讓新北捷運局捷運公司 與結構技師到場勘查 初不了解沒有立即性危險 目前還抓得住 我們先臨時固定 不要讓那個橋 繼續在變位 主橋是沒有壞的 那個上面那一支大樑 是沒有壞的 我們現在要換的是 那個底下的支層 防墜落乾板 地面有再度的傷害 這段比較嚴重的 立即啟動我們的修復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這安全如意把它修復完畢 新北捷運公司表示 地震發生的當下 由六輛列車行駛中 一千三百人搭乘 包含在月台等候的 共三千人 其中景安站有列車脫軌 兩名乘客在疏散的過程中 輕微骨折和擦傷 只不過錯位較嚴重的 板心道橋河段 要修復錯位的狀況 恐怕還要一個月 板橋中河是因為地形跟 還要跟這個台六四之間做避開 所以它的高度是達到 有三十米之高 蹲柱有錯位或者是 這個軌道有偏移的狀況 大部分都是發生在 這個最高的這個路段 基本上在今天開始動員做 把落橋裝置修復 讓它做暫時的支撐 環狀縣從早上八點停止 針對全縣十五公里軌道檢修 逆拼週三下班尖峰前 板橋以北路段局部通車 建民 對 這個講起來 如果以理事長 這樣子的講說 這不應該發生了 而發生了 要怎麼來看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事情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 其實新北市捷運是說 沒事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事實上結果出來 是非常驚悚的 你可以看 剛剛理事長有說 一定要從這個高空側面來看 這是它的卡榫 卡榫上方 直接就做了一個大幅的一個變遷 那現在像這樣的結構 到底整個台北 新北市環狀捷運 以這個卡榫的角位 到底有多少位置 那這個地方出問題了 那其他地方呢 那因為我們仔細在看 從下面角度來看 這個差距至少我看 至少20公分以上 也就是說 它整個就是我們說的 所謂的介面的接觸點 直接就扭轉 然後另外角度看 就是整個水管是破裂的 大家好奇啊 今天你知道 他們在蓋這種所謂的 這種我們說的 環狀的高架的時候 他們除了這個 我們說這個柱子很高之外 其實一般開始的時候 是用鋼梁先去固定 然後卡榫卡起來 再鋪上這個我們說的水泥 所以也就是說呢 現在他們第一時間是說 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很多專家看 這個是可能整個結構跑掉 你不可能用大槌去捶 它把它捶回去 那不可能 不可能 等一下 聽我們專家來說 對 把大的吊車 把酸母雀架吊起來 鋪去正確的位置 再把它固定起來 所以要吊起來 還頂放得準 把它弄準 把它放下去 當時安裝也是從地面 用兩部大雀車把它搬上去 放上去 所以換句話講 不可能什麼在鋼梁 講也不可能 那有那個鋼梁 那有那個鋼梁 所以他們 其實他的建築 是基本上來說 底部做完之後 用所謂的大的這種 我們說吊的這種吊具 把這個下面的鋼梁 去卡在上面 所以這卡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不是 在施工部分 它的卡的部分沒有卡好 所以在這震盪劇烈的時候 它發生的搖晃 你知道這個乘客是怎麼說呢 乘客形容他們當時覺得 好像在玩那個大怒繩 他們在做的感覺 就是當撞的時候 大怒繩 你知道就是那種 那個是海盜船 對對對 不是大怒繩 大怒繩是叫 綁下來 海盜船 海盜船 他們說做的感覺 就像海盜船那種感覺 就是意思說 它的卡榫之間 是不是這麼牢固 以至於在行進過程當中 他們覺得是左右的晃動 非常精熟 這個高度都是二三公尺以上 所以我還要請教 我們的余理事長 這有可能 我們說如果 鋼梁是都沒有問題 材料沒問題的話 這樣沒有減料 會不會有偷工 很難說 進入鑑定程序 把這個原因找出來 就是這個連接點 不應該餘味 因為它才五級做 不應該餘味 然後餘味了 所以顯然可能在施工 放不準 這個連接點 接著放不準 對 可能 對不起 我們現在是 因為還沒有真正鑑定 所以我們是猜測 我們的運都是猜測 要先說 不是確定 因為我沒有看設計圖 我不曉得 像我在做高公路 我們那個商務結構的量 他是留一個鋼棒 鋼棒就直接放 放進那個橋墩的一個 預留一個孔插進去 所有高速公路的橋 我們都是這樣做 就可以接鑽就對了 新北的環狀線也是 當然也是消毒結構做好了 墩座做好了 那鋼梁再放上去 放上去的連接方法很多種 剛剛那種是一個方式 也有鎖螺絲的 也有電焊的 因為我沒有看設計圖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確定一點 是那個連接點跑掉了 連接點跑掉了 所以小鳳 你看起來 你就感覺 你有什麼問題 要來問我們余裏市長 還是你看到這樣 你心裡有什麼 老實講 我如果是乘客的話 我看到今天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我是坐在車廂裡面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害怕 今天早上應該有 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他們是在捷運當中 遇到今天早上的地震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這個余震都還不斷 可是看到了這個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捷運 大概都停止 跟高鐵跟台鐵 全部都停止 現在正在檢查當中 但是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他卻給了我們四個答案 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個答案是對的 第一個答案說 停止我們正在進行檢查 第二個答案是 我們會因為損壞了 移位了 所以我們要長期的 要來進行修理 然後第三個答案是 沒有異狀 下班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恢復了 第四個答案是 軌道異常 所以下班之前 第三個是沒有異狀 第四個是軌道有異常 下班之前就可以修好 這四個答案都是新北市政府 跟媒體告訴我們的 可是我們看到 我們所有的人看到 這是明明是有錯位的 那難道是我們眼睛業障重嗎 那到底這四個 從媒體上面 從新北市政府給我們的答案 我們到底要相信誰啊 應該只有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呢 既然公正的第三單位 我剛剛講 新北市結構技術工會的專家 會同官方已經確認他移位了 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跑掉了 位置跑掉了 所以要怎麼樣 要趕快先固定好 怕移證掉下來 這有可能余震 因為坐在那裡每天 對 余震 大一點的余震 我怕他整個散布結構掉下來 那車子當然要停 車子停那都不用講了 不用講了 對對對 要先固定好 第一個 第二個就我剛剛講的 用高空作業車 全面性的檢查一次以後 沒問題 那這個地方壞掉的地方 當然是要把它固定好 才可以開放通車 所以答案只有一個 不可能有四個 那個有時候 這些政府官員 還沒有請專家去看過以後 就隨便亂講話 就跑出幾個答案出來 對 這因為講個實在話 這還是要很專家 很專業的專家去看了以後 才能夠真正瞭解 但是可能有的有的頂頂就沒有啦 沒有這樣說說 然後產生了這些誤差 這可以看到說行政機關 在某一個程度的 新北市政府的一個程度的錯誤 今天早上的地震這麼大 我相信我們不會去苛責 新北市政府 或者是在第一時間 我們不會覺得這個移位 或者是什麼這個捷運 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們還不會反應說 是不是有什麼偷工減料的問題 還不會 但是我們是在危機處理的部分 今天早上新北市政府錯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有關於這環狀線 到底是不是有位移 是不是安全的問題 第二個是到底新北市有沒有停班停課的問題 這個也是 等一下我們會來討論 有沒有停班停課 到底這些假訊息是怎麼來的 等一下我們會來討論 不過在這裡 當然我們看到那個環狀線的這個問題以外 這個地震大家都知道恐怖 那我記得我在當部長的時候 為了這個地震 我還親自示範一下地震來要怎麼辦 我跟幾個小朋友 當然第一個趴下 掩護 穩住 這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 請問我稍微問一下 我們這幾位來賓 仔細記 地震裡面有沒有趴下 有沒有掩護 有沒有穩住 你有嗎 沒有 我看你的右頭 看我這班就是我沒有 我只覺得那時候早上發生的時候 我感覺隱隱覺得那個鋼製的床 就是我覺得是在抖動 上下在動 對對 我心裡想說我是腳嗎 手嗎 奇怪 然後等到我 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才是真的左右晃動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你倒在床上嗎 我可以倒在床上 你倒在床上要怎麼辦 我先考你一下 當然就是部長你講的 就是趴下眼霧跟穩住 不過你在床上怎麼辦 如果是我的話 當然我如果第一時間 我真的察覺有真的有狀況 可能 因為我一直在感覺他到底能夠持續多久 可是這次一分多鐘 我一定會跳 我一定會下來 下來躲到床下 應該是不會躲到床下 我會找那個 原本講消防署建議大家要找那種類似 這是重點 因為我在 我也被消防署的官員們交得都不會了 他們常說 部長有時候要示範一下 所以我知道 不過有幾個五大錯誤 我們來賓特別注意看一下 也可以請我們理事長來講一下 他們這些都選擇 地震狂窯最常犯的五大錯誤 大家一地震 第一個時間就往門一開就要跑 這是最後一步 這不是第一步 所以大家看 不要急著衝出門外 地震時應該就地避難 並以有保護力的物品護身 物貿然衝出去開門 你一開門搞不好上面東西掉下來 譬如說磁磚什麼 你反而是最危險的 所以這是消防局跟消防署在告訴大家 再來再看 不要躲在冰箱旁邊 你說冰箱很用 一般冰箱都不會固定 因為冰箱後面要預留一定空間散熱 我告訴你 給大家看這一個 看這一個 這個如果剛好冰箱在後面 你人在前面 剛好一穿鞋 冰箱就倒下來 你都叫冰箱抵到 剛好本來沒事你就變有事 所以不要躲在這些後面 當然也不要躲在活動的衣� 所以你們家的衣� 一定要把它固定起來 所以觀眾朋友們 你們如果還沒有固定 趕快去買L型的 有專門L型的鐵器等等 他會你去螺絲鎖起來就好 你如果怕鎖起來會壞掉 也有一種另外一種L型的 他可以用吸力把它撐 比如說牆壁 他可以把它兩個這樣撐住 讓他不會倒 有這一種的 各式各樣你們到各個賣場都可以看得到 地震特區一定可以找得到 其實你只會看到 對方向來要去 所以千萬不要躲在這些 你們家型的大型的衣櫥等等 一定要固定 還有不要躲在黃金三角 你自己認為的黃金三角 有時候是蠻危險的 地震可能造成大型家具 移位或物品掉落 躲在旁邊可能因此被壓住 被困住 你就被壓住了 所以要搞清楚 有時候是可以 有時候不可以 但是這個 這就是大家剛才說的 再來半夜被震醒 不要急著下床 哎呀 剛剛我們文綺 想要下來跳下來 跑去爆尾米 錯了 不要急著跳掌 消防署災害管理組前組長 認為應該留在床上 避免慌亂起身引發危險 引發危險 把東西蓋著 枕頭蓋著你的頸部 這容易受傷的地方 再來 不要急著跑出浴室 地震發生當下 人若在浴室 匆忙逃生 反而可能因為地板司法等等發生意外 這跟火災是不太一樣 但是地震往往就有火災 所以在說這時候最重要的三個步驟 趴下 掩護 穩住 所以有五道錯誤的動作是最常犯 讓他知道 千萬不能搭電梯 這個是特別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台北市有很多被電梯困住 有的不是搭電梯 因為搭到一半剛好就地震來了 所以我們的消防人員 全部都去救這一些 所以如果你又搭電梯 剛好又困在那裡 你會浪費我們消防能力去救你 這一點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再來 在發生的時候狀況都不一樣 不要死守一個原則到底 亞東醫院急診醫學部的主任蔡光超說 唯一共同點就是保持冷靜 盡快想出解決保護之道 由於就可能損失黃金時間 因為地震的黃金時間太短 太短了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 但是如果地震 你躲了已經過了的話 那你就馬上 這時候地震停了 第一件事情 當然你就可以要去檢查你的瓦斯 火有沒有關 瓦斯火電器等等 還有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家的大門打開 暫時不要關 因為一過來可能會有大的余震 你到時候門就可能會打不開 如果門已經打不開了 那你更要注意 所以門已經打不開 到時候要叫人來叫 這個來開 不然就開一開一看 類似這樣子 那另外不要再大的玻璃櫥窗 玻璃會碎掉 像我家有個很大的玻璃櫥窗 我們客廳可以看去 可以看院子很漂亮 但那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那玻璃掉下來 很危險 所以玉璃市長 所以以你所了解 台灣的地震 包括九二一 你都去叫人 所以地震常犯的一些錯誤還有等等 你有什麼補充嗎 是 報告部長 剛剛談那些 我認為都是治標 怎麼去逃命 怎麼去躲 我今天要談一個 治本 我們沒有那麼幸運 每一次的大地震 都在遠離大臺北花蓮 這個維冠在臺南高雄美龍 什麼九二一在藍桶 沒有 我最擔心這一條三角斷層 因為臺北有四條斷層 其他三條都叫不是活動斷層 已經幾十萬年 上百萬年不動了 唯一這一條三角斷層 我跟大家報告 從樹林 新莊 泰山 五谷 到金山出海 沿著林口臺地 差不多在陸地上有四五十公里 進入海面上加起來到一百公里 這條三角斷層有沒有大地震過 有叫做康熙三十三年的大地震 康熙三十三年 對 一六九四年 離現在大概三百多年 另外第二次 那一次規模超過八 第二次一九零九年 規模是比這次七點二還大 這些距離到現在將近一百年 那現在沒有人知道 我們前臺灣五十二條活動斷層 只有四條知道它的周期 像廚上斷層 我們知道它五十年動一次 每五十年就動一次 這個四條OK 包括三條斷層 沒人知道 不曉得它是三百四百年 那現在知道是三百多年前 發生大地震 所以我要談資本是什麼 我們雙北住了七百八十萬 八百萬人 佔了臺灣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些危險老舊不耐震早期的建築物都是零的一個G 所以很多民眾我在電視上講很多 他們就打電話問我說 李市長我請問你 我現在買二手屋中古 我要怎麼選 我說你就選民國八十八年以後 九二一大地震以後 蓋的房子 對 蓋的房子 九二一以後蓋的房子 對 部長 內政部銀建室 找我們這些李市長學者增加幫國家訂了一個標準 因為當時在鎮量超過一千個Gal 一百四十公里到臺北 臺北當時臺北的測量才一百三十五個Gal 一千個Gal 那是一個G嘛 一個Global體 自由落體的重力加持度 所以我們界定這種老舊三十年以上 像這些老舊建築 我們當時設計的時候 就大概0.1就一百個Gal 乘一個係數 也就大概一百五十個Gal 所以這些危險老舊建築 本來就是不耐震 那能夠趕快的拆掉 蓋新的建築一定要通過審查 至少都要兩百 0.24個G 也就耐震係數提高了兩倍半 還有我剛剛一再強調的 強住肉糧 耐震結構一百三 我其他不要講 我講一個強住肉糧就好了 什麼叫強住肉糧 如果這條三條斷層不限動了 規模六點五 規模七 潛層地震 大台北 雙北地區 可能幾十萬棟房屋都要倒掉 倒掉以後 譬如他到了七級 七級 不是我們今天早上五級 六級多 七級的地震 那這些道樓 所有的道樓也要倒 別人倒 一秒鐘倒 就通通壓在裡面 那你的新的建築物 強住肉糧就是什麼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糧照計算出來 結果去算鋼筋量 糧的斷面 但是住我們特別的加強 我們像新一代的這種軟體 我們在設計程式 我們把糧變成一個比較強的 這是什麼結果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看到那個天王星大樓一樣 出氣氣啦 嗯 沒有像圍貫 圍貫大樓 台南圍貫 一秒鐘就趴在地上 一百一十五條人民 在五秒鐘之內全部不見了 那你有這個一個小時 或者兩天三天的時間 到樓請節 梁折斷 但是住主撐在那裡 可以把把性命保住了 所以新一代的建築 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在這裡 所以這為什麼 我在當部長的時候 我跟花靖群 花次長 現在花靖群在當次長 我們為什麼要推出 圍老都根 這圍老都根 我們當時推出來的時候 當然真的費了很大的心力 可以讓然後 容積獎勵等等 讓他趕快一棟一棟的去蓋 我們那個一般的都根 要大面積 要只要有幾個人不同意 常常就很麻煩 那我們這一棟只要大家同意 馬上就蓋 圍老都根 像剛剛其實 李市長講的那一個 通通叫做圍啦 圍你只要去申請都會準 我跟大家講都會準 所以大家趕快該做要做啦 老 為不一定老 老不一定為 但是有時候是為又老 又老又為 那就更麻煩 大概理事長說就是這個啦 所以 四季 所以地震狂窯最常犯的五大錯誤 剛才有人說門開就要走 切實是錯誤來的 我們小時候都學說要帶那個黃金三角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發現那個東西 其實訊息這樣是錯的 我知道說地震來的時候 總是無法預警 就會讓人 呃 猝不及防 很難保持冷靜 但是我覺得 呃 臺灣是一個多地震的地方 歷經這麼多年的訓練 蹲下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要趴下 就是你要讓自己的重心降低 然後保護頭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我今天還多做了一件 我覺得還蠻正確的事情 是我抓了我的地震包 我的地震包一直一直 來 我現在表示你叫我地震包 對 我有地震 我有準備 這個玉林市長 我知道他們家有 村子 我問一下 有買地震包的來賓請舉手來 有 買有 但是沒有抓 因為我 你有買 有買 我有準備 你有準備 來幫我沒有 沒有 沒有 文綺 沒有 趕快去買 你也沒有 那很重要 我跟你說 我喔 我買一次買十幾個 送給朋友 然後我家留了三個 因為一般來講說 會跟我住我女兒 我太太我 老三個 不過我講實在話 因為我今天 因為那三個總是要 我今天在一樓 我才想起來 我那個地震包 放二個三 放在三樓 放在三樓 這個頭痛 對 我的地震包放在門口 所以我今天剛好在客廳 他的位置是比較好一點的 而且他就他就一直在那個地方 他儘管沒有收 他他沒 我沒有把他收起來 因為收起來可能收納比較漂亮 但是因為他不是為了漂亮 而且地震包還不小 對 那是我自己準備一個地震包 裡面有食物 有水 有手電筒 對 但是我有一個錯誤是 裡面有一包豆干過期 這個必須要檢查 這個你們要買的地震包裡面的食物 要買能夠放很久的 有餅乾 放很久 還是會過期 還是會過期 所以你要再檢查 我特別去買過有一種罐頭的 就是罐頭 他那個罐頭可以保存 我印象中是五年 你知道嗎 我特別開來吃 其實那個罐頭不便宜 我特別開來吃 罐頭麵包嗎 一開 碰 麵包出來了 還很好吃耶 真的喔 真的很好吃 你真的想不到 還有呢 這個有罐 有那個 一個也是鐵罐 一打開 裡面有小小的水在這裡 你把它擠出來 然後它 加熱 有兩個 不是加熱 有兩個白色的 你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就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然後旁邊還有花生粉什麼 然後那個碰到水 它就會膨脹結果 最後沾了那個花生粉字 你知道是什麼嗎 麻糬 真的也很好吃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個觀念說 地震包的食物不好吃 蠻好吃的 只不過是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各方面的話比較好 所以地震包真的要買 不過你說你放門口 如果你在三樓那怎麼辦 除非說你家是平面 因為我們家是透天的 有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可是每一樓都要放一個地震包 每一樓都要放一個 我現在想起來 每一樓都要放一個 我認為就是準備地震包 其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就是裡面該有些東西 食物跟水 小瑞士刀 對對對 然後我忘了放哨子 然後我還放了那個 哨子裡面本來就有附的 插手金 因為那是我自己準備 我不是直接買整套 你是自己準備 對 我們現在的地震專區 各個賣場 都有 每年的921前夕 這個我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都會去視察每一個賣場 拜託他們要設立一個地震專區 然後我們的人民 你要買地震的東西 防地震 你只要到地震專區 全部都有 拿了就可以走 還有再加什麼 你就把它加進去 這樣就好了 那個有地震包 這樣子 對 至於準備的話 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但是就是說 因為臺灣地震多 所以這些經驗都應該要 平時都備好 因為你不會知道哪一天會需要 對 溫馨 你不買地震包回去要快去買 今天叫你點名 今天聽到你講到 部長說這麼好吃 我一定會去準備 你以為我很好奇 那不是平常給你吃 因為我平常吃那個 我說正經費 划不來 因為他不便宜 瞭解 他不便宜 但是他可以放五年 所以你可以放五年 又快過去 你再拿來吃 瞭解 我一定會去買 不過剛才我認同 剛剛就是玉慧講的 就是說新北市政府 作為一個 一個上級領導單位 對不對 他在發布這個訊息 就像剛才余理事長 你作為一個有權威 或是有公信力的單位 在發布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確實是要尊重專家 至於其他單人 就透過這個節目 呼籲大家真的 不要有僥倖的心 因為我剛才很好奇 很訝異 時期竟然這麼的專業 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當然 我不是聽說 但是我建議 謝謝部長 我今天回去 我就會好好思考 去準備一下地震包 你只要一買 包括哨子 什麼 他裡面通通有了 什麼Okebond 這些Okebond 什麼他裡面都有 Foster Aid 那裡面都有 基本的都有 當然你可以再補充 要買什麼 可以再去買來加進去 但是你如果買那個包包裡面 基本的什麼都有 包括口糧 那個口糧是我們軍隊 在吃人那種口糧 裡面有水 有礦泉水會放著 當然這個 當然那個我想打開 那個就很好吃 那個是我另外買的 他不便宜 不過我那時候是因為當部長 不來吃吃看 我不知道怎麼要去 我沒有辦法對宣傳 我沒有不能對我們人民宣傳說 我當部長跟你們講 要準備這個這個這個 我自己要做做看 吃吃看 所以佩文姐 真的要準備 對 其實我有準備 只是沒有你那麼完全 什麼哨子那些 但是我覺得剛剛講到那個捷運 我記得那時候台灣剛剛要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美國就覺得 台灣的地質那麼不好 然後地質那麼多 高價的高價的那個那種捷運 是不是安全 我覺得有問題 這個等一下 我現在請問 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說我們台灣這種地質 不好 然後我們做高價 包括隧道 其實如果以工法 你如果好好設計 好好做 應該沒問題吧 不會有問題 但是地質 他有時候會變 比如說硬化啦 成本比較高 因為地質條件不好 以現在的施工技術 可以達到安全 好 剛剛講要避難 我記得第一次在現場的時候 是汶南那個四川大地震 我們那個時候在舊的民視 那個搖得蠻厲害的在樓上 那天是不是我們從台 然後不知道誰就鑽到桌子底下 他大概第一個就鑽到桌子底下 那我還覺得我還神怨 我就撐在那裡 後來越搖越厲害 我也鑽進去 鑽到桌子底下最安全 但是我覺得地質有很多種啊 我上次看九二一 我到那個省政府去看 很多地方被移為平地 省主席的那個公寓後面有這麼寬的那個裂縫 他整個地裂開來你知道 所以你說你說那個捷運 你坐著在那個 如果地裂開來的話 當然如果碰到那麼大的地震 那沒辦法 那是九二一嗎 車龍浦斷層當然是很恐怖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正經的就是說 你還要用 人沒有辦法一定勝天 但是我們要做到最大的房子 應該是這樣吧 那一個是我剛剛講 規模七點三 又是潛城地震 在震央超過一千多 那一定全部壞掉了 對 那就沒辦法了 不管在世界各個國家 那在南投 那個整個省政府 中央新村 那個真的地點那麼大的 你看看 附風離那個正央很近 那都是重災區 對 所以那也沒辦法了 所以但是我們要能夠做到 盡量的準備 我像剛剛碰到九二一那一種 正央又在又在那裡 然後又是潛城 又是七點三級那麼高 當然都倒那就沒辦法了 三崩地裂了 那真正的三崩地裂 那就沒辦法了 不過在這裡 不管有辦法 我們大家要傳遞正確的訊息 這很重要 偏偏今天又有那種假訊息 突然今天來個新北停班停課 結果這是假訊息 因為他這個訊息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跟幾個朋友 我就問 那停班停課 小朋友誰拒絕 還有這些正在上班的人 怎麼辦 怎麼走 所以我第一個時間 覺得很奇怪 結果沒多久 對 那個時候我剛好在臺北市消防局 因為我剛好在捐贈一部車 那本來我們想說是不是取消捐贈的儀式 但是因為不影響 因為經過評估不影響 然後他們因為就在消防局上面就是指揮中心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應變中心是臺北市的 那局長在那邊 副局長在這裡 副局長說沒有影響 我們評估也沒影響 所以捐車的儀式繼續進行 讓大家瞭解 但是我們在這裡就隨時在注意這一些 當時就在問說奇怪 怎麼會這個時候要上班上課 怎麼會這樣 結果沒有多久 新北市政府澄清要上班要上課 停班停課是假訊息 台中後來也有假訊息說要停班停課 是啊 所以這實在是認真說是要盡控 所以郎東像這種假訊息 假訊息就是新北市政府自己發放的 因為網友已經發現網址就確實是新北市政府 在官網裡面就發放 然後裡面就講到是說 新北市今天停止上班跟上課 那後來的話才發現的是說 原來因為仔細一看裡面是中央氣象局 所以其實在講去年8月3號的颱風 只是因為它這個網站 在寫這個時候網頁寫法有問題 它會在現在跑出去年8月 颱風停課的一個消息 讓人誤以為去年8月3號 跟今天4月3號 都是屬於要停班停課的 那因此新北市政府在這件事情的準備上面 就出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 會讓民眾陷入更大的一個混亂裡面 所以我認為新北市政府 在監訊息的同時 他對自己的網站的管理資訊的發放 也必須要深刻的反省跟檢討 第二個事情 我要補充一下黃川莊線的一個是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造成說 他目前在施工上面的話 還沒有辦法馬上這個復工 而且專家也說 還要再詳細檢查 而且很可能是施工的問題 因為我就想到有一個人必須要去反省 因為有一個人說 新北的捷運都是他蓋的 就叫柯文哲 柯文哲過去就在那邊徵功勞的時候 就說新北都在他蓋的 我去查的時間點確實是這樣喔 因為2006年的這個時候的話 台北市捷運局已經就是整個 這個新北環狀線的主管機關 到了2011年5月的時候 從秀朗橋一路到呢 這個新北產業園區這一段環狀線 包括說今天產生位移的Y14到Y15 就是板星到中原的這段線 都是台北捷運局在蓋的 2019年的時候的話 初步探勘是柯文哲台北市政府去探勘 一直到2020年開通的時候 也是柯文哲當市長 一直到2023年去年的時候他在整個移交給新北市的這個捷運局 換言之的是說呢 柯文哲他也要反省一下 他過去說這捷運是要蓋的 現在產生一個這麼嚴重的一個位移 到底在施工上面出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偷工減料 相關的狀況的話 我也認為說包含的是說現在的過去的市長 朱立倫現在是榜侯友宜 都要共同去面對 所以新北停辦題目是假訊息 搞半天原來是新北市政府自己搞出來的烏龍 但是他們很生氣 要延辦 說這個假訊息要延辦 這下子怎麼辦 文綺 我想沒有就是誠如剛剛我們講的 冤有頭再有主 就是你作為一個主管單位 你市政府如果確實有發布這個訊息 第一個我當然如果他有發的話 現在看似有發嘛 你就是認錯 第二個你就真的把所有的真相給還原 我覺得現在因為網路世代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件事情沒什麼好談的 你錯了就認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真正的一個終點 就回到剛才朗東講的那個 有關於環狀線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接下來 因為我們看到的新聞是說餘政可能不斷 那如果這不斷的狀況下 他能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所謂的錯位的這樣的一個 匯道或鋼梁能夠扶正 我覺得新北市政府乃至於 我們中央主管單位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尤其在餘政可能發生的 這一個禮拜 他們一定要趕快 千萬不能夠有任何的僥倖的心態 不過傑民這下子有趣 這個柯文哲跟蔣萬安 最近不是一直在鋼嗎 對 臺志光 為了臺志光的事情嗎 那現在這條捷運現在錯位了 那麼剛剛理事長也講 不應該 你的內政度是到六級 結果才不到五級 你就錯位了 顯然施工問題會比設計問題還要大 那現在顯然出來了 現在柯文哲就剛剛朗東講的 他一直自豪 說我蓋的 新北捷運都是我蓋的 都不是你朱立倫蓋的 也不是你侯友宜蓋的 然後這下子我看侯友宜跟柯文哲開始要為這件事情開始要 誰要負責 然後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臺北市要負責 那蔣萬安說 是你柯文哲蓋的 不是我臺北市現在捷運局的 這聲我看樓來樓又開始要吵起來了 對我們知道回顧那個時候為什麼柯文哲會說 整個新北市的捷運是他蓋的 是因為那時候新北市政府曾經討論一件事情 要把這個所謂的新北跟臺北捷運局要分開了 他要收回這個捷運局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當時柯文哲就說 這個你們的環狀線是我做的 你們應該看我當時做的這個結果 你們現在有這個環狀線可以執行 所以柯文哲就很驕傲的說 你看這是我們蓋的 但不要忘記了 柯文哲有發現一件事情他可能忘了 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臺中綠線那個在所謂的鋼購在往上降了 架上去的 其實也是鋼購架上去的時候 曾經有掉下來 而且造成人民的損失 那時候的柯文哲可不是態度 我們要去了解到底這個狀況 我們要注意到這安全 那是台北市蓋的 那是台北就是台北捷運蓋的 所以柯文哲的個性是什麼 他如果面對到所謂政治鬥爭的時候 或者要相顯他們自己有多強的時候 他不會很客氣 他一定會顯示 他的能耐有多強 那現在就證明的是 因為這是個嚴肅的話題 這邊有個案外案 新北市中和剛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他竟然宣稱 因為他是整個 我們知道偏離那個範圍是非常大的 其實你另外一個角度看 你會覺得那個整個要摔下去的那種氣氛 他竟然回了一句話說 那個地方有軌道有那個歪曲的地方 用千斤頂把它頂回來就可以試車了 就可以試車了 千斤頂 千斤頂 你哪來這種千斤頂 我的重點事情是 難道一個立法委員 一個新北市立法委員 可以代替新北市的工程單位 談這個事情嗎 還有柯文哲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他的做法一定是這麼解釋的 這是因為工程問題 我們用工程間諜之後再來做這個結果 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 環狀縣這麼難度高的事情 我們捷運局把它完成了 後面的維護 既然新北市已經把捷運局拿回來了 應該新北市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過程 我在提一件事 特別談到 剛才這個早上發布的訊息 其實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覺得很詭異 因為重災區不在雙北 因為整個新竹以南 是到這個五極弱 雙北只有四極而已 怎麼可能雙北會公布這樣訊息 就為什麼這訊息會造成這麼大的震撼 是因為消防局公布的 所以問題就來了 消防局公布 所以說要研辦 震怒 市長研辦 說要研辦這一些假訊息 要震怒 消防局公布 原來搞半天都是你自己 我看又滿頭包 所以看到這個真功尾過 在臺志光看得一清二楚 現在在這個案子 我看也要看得一清二楚 臺北市 柯文哲說是你蓋的 然後現在在這裡出問題了 偏偏國民黨的中和區的立法委員 慶蔡公公有說用千金頂回去 什麼時候國民黨中和區那個立委 人家叫做土地很多的那個 是那個土地很多那個 汐紙最猛人 張慶忠的 張慶忠的 土地的主人 他土地這麼多 哇 原來他也共成專家嗎 請他把學歷拿出來 他到底懂不懂 還可以隨便就這樣講 這個時候全部都出來講話了 講的都是錯的 要怎麼來看 詩琪 我覺得就是說碰到災難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分彼此 都應該要努力的 把事情給儘速的處理好 最怕就是這種 不懂裝懂跑出來亂 你既然不是專家 這件事情 你就不應該在那邊發言 畢竟這件事很危險 它是牽涉到 有可能有人命的問題的 因為你在一個這麼高 剛講十層樓高的高架上面 去行駛環狀線 萬一有個什麼樣子的閃失 因為今天的那個震度的狀況 有一些正在捷運車廂裡面的乘客說 感覺搖到快掉下來 那麼的可怕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不可以用一種 輕浮而戏虐太多 那個用千斤頂 把它頂回去這樣子就OK 我覺得這些人就 不配當立委 你不專業就閉嘴 這句話說 做立委不是你每一行下去 對 不是你做立委就可能會連銷尾 我說話比較不客氣就是這樣 當立委做連銷尾什麼都懂 的確 而且新北市政府的那個網站的 那個錯假訊息的問題 新北市政府的確內控有問題 你們為什麼從去年八月一直到現在為止 你們的網頁是沒有更新的 在小房子裡面 而且你們的表達方式是錯的 因為今天的經 瓜糊三日 不是啊 今天就剛好又那麼巧 四月三日 那平常沒有在更新 然後你們的表意方式又表錯 難怪會造成這種 所以你就 但是我要再補充一點就是說 當這種災難來營的時候 每一個人接收訊息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的分辨 會不會有可能是錯假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還看到 有人用臺鐵的軌道的照片 弄成S型的 可是那個根本就不是現在啊 不是今天啊 那是過去的 也不知道哪一國的鐵道 太陽曬太久了 有的會稍微變形 可能不知道那個軌道是不是臺灣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臺灣的 就是網路上就有出現這種這種圖 然後都會讓人心再次浮動 然後更擔心 害怕說這些事情 其實拜託不要做 不要趁著這種天災的時候 然後這些這些壞蟲 又在那邊網路上面肆虐 所以看到了這個天災出來的 你看我們多少公務員 多麼的辛苦在救災 尤其剛剛我們一開始節目 我們連線的 我們國家收救隊的他們 他們平常在訓練 然後任何有災害 他們都是身先士族都跑第一個過去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看到說包括賈遜其就搞半天 新北市政府自己搞得烏龍 然後呢看到這個 我們可以預期 預期什麼 預期新北市臺北市開始又要吵架了 到底這誰的責任 然後也可以預期蔣萬安說 誒 柯文哲 去的 柯文哲一定說 不好意思 這個行政有一貫性 這就是臺北市政府要負責 一定會這樣說 現在摔下去了 柯文哲又說這環狀線都是我蓋的 是你蓋的 蓋成這樣子 最後他就說是中央 然後他就講說交通部有去核 最後都推中央 搞不好又開始要想辦法亂推了 然後再來看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說 這個環狀線啊 這個錯位的 高價錯位 可以用千金錠把它錠回去 搞不好這支鋼梁有問題 這支鋼梁搞不好要重做都不一定 搞不好歪掉 搞不好都要重做 什麼叫千金錠錠回去 這都國民黨的立委 胡說八道 好 我們再看 他不是工程專家 不知道怎麼做之前 不要亂講話嘛 好 再來 再來 在地震之前 國民黨主張刪除特別預算 動支的單數 徐靖瑩說落實監督制衡強化審查機制 結果呢 沈記長當然他講話都比較客氣 因為他在立法院接受質詢 他說 盡量避免 其實他就說不要啦 這太重要了 好了 現在這個地震來了 兩件事 第一個 副公司所提的特別條例 全部都是特別預算 結果你國民黨的要刪特別預算 你看國民黨自己就矛盾 再來 現在 好啦 這個地震來了 所以莊烈熊說 你們啊 國民黨在政治鬥爭 為什麼 像這個時候就知道了 我們剛好這個地震來了 還有這個地震 這個損害 應該是在我們還可以控管之下 在台灣政府還可以控管之下 如果像921那麼大 如果像稍微大一點 我們的特別預算 我們這些 要不要用 要 結果國民黨要把它刪掉 而馬英九在任的時候 馬英九用了 也用這種預算 而這個預算是從民國三十六年 蔣介石時代就一直有的 一直到現在 佩芬姐 蔣介石時代就有 蔣經國也有 馬英九也有用 可是只要民進黨執政 他就要把這些說刪掉 就好像當時總統府秘書長 因為民進黨執政 薪水太高砍一半 把它砍成跟跟部長一樣 可是你國民黨執政 每次都說這是院長級 國民黨很短視 你看單單這次特別預算 剛好就碰到這一次的地震 這又是一個四金石 剛剛說到國民黨是鬥爭 他不是鬥爭 國民黨現在完全失控 所謂失控就是說 這些新科的立委 沒有人能夠管控他 我記得那時候柯建民說 他的責任就是整合民進黨 然後對抗國民黨 可是國民黨現在 傅昆吉是總召 他沒有辦法整合國民黨 而且這些新科的立委 每個都是自走炮 每個都要表現 所以才會有說拿千金頂去 頂那個東西 拿個大狼頭敲一敲 把他敲回去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積極的表現 然後沒有人能夠管得住他們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他就是自走炮 你比如說有的人就是打弊案 有的人就是這個刪預算 有的就是刪掉這些東西 沒有一個整體的作戰規劃 個人搞一套 因為他們事實上每個人都要表現 因為每個都是自走炮 所以我說這個亂局還會亂下去 因為國民黨現在又是多數 雖然多都不多了 但是還是多數 所以會一直亂 如果傅昆吉完全不能掌控 黨中央也控制不了的話 我覺得這個亂局會一直亂下去 所以這個情況非常糟糕 所以我要問傅昆吉 你所提出的法案都是要特別預算 而且都是上兆好幾兆 都要特別預算 要分年變業 結果你們的國民黨的立委說 要把特別預算的這個法律規定 要把它刪掉 然後國民黨很多立委還贊成 然後國民黨立委說 這一次地震 環撞線的用千金點點回去就好 我確實怎麼想就想不到 然後自己新北市政府裡面自己搞烏龍 弄了一個假訊息 然後說要研辦人家放假訊息的人 可是我們再看看 那國際上對台灣的態度 地震來的時候剛好羅森伯格去訪問韓國瑜 羅森伯格說 新和台灣人民站在一起 看看一發生地震 第一時間今天 第一時間岸田文雄 日本的總理 日本的總理 他說實際上掌握權力的人 因為日本天王是虛位 他沒有權力的 他說只要台灣開口 立即出動支援 而且他寫了信 聽好用正體字不是用簡體字 來第一個安慰台灣 第二個鼓勵台灣 第三個台灣只要開口 他們要出動支援 日本的民間 剛好我們能登地震 日本的能登地震 我們台灣捐五點四億給他們 才剛剛入账 其實不止五點四億啦 五點四億是我們從臺日交流學會的 其實事實上我們的福倫社 獅子會 青商會等等也有很多的錢 尤其獅子會非常多 因為我也從獅子會捐了五千塊的美金 大概十六萬多台幣 我是從獅子會捐過去 不算在這裡面 結果我們剛剛送到日本去 現在日本的網友湧出一個聲援說 換我們日本來幫忙台灣 台灣需要什麼 我們要盡全力 這才叫做台灣能幫助 我們就能夠在國際上出聲 所以小放怎麼來看 這個剛才說到 這是岸田文雄寫給台灣的信 那其實今天早上 七點五十八分事情一發生以後 我相信很多的日本人在網路上面搜索的 我給各位看 全部都在搜索 沖繩大丈夫 就大丈夫 台灣大丈夫 大丈夫是沒有關係 沒有問題的意思 不是那個丈夫 全部都是在搜索的是台灣大丈夫 然後沖繩大丈夫 這是日本人在關心我們台灣 希望我們台灣很平安 因為剛剛其實講到國民黨的一堆 這個很負面的一些的情緒 我給各位看 這是我們在台灣的醫院裡面 你看這些的護理師們 他們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的時候 他們把小寶寶們趕快集合起來 他們都沒有逃跑 他們在保護這些小寶寶們的這些照片 全部都有監視器拍下來 我們的育嬰室 是 醫院裡面的 醫院的那個嬰兒 那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這幾天因為馬英九在中國 馬英九今天在幹嘛 馬英九今天 這個有人問他 花蓮有關於地震的事情 結果他怎麼說 請照下面要照標題 因為他說希望大家平安 不過希望大家要去念 語漆決別書 他在哭 語漆決別書 是是是 我還會背 一應清清如無 無今語如永別 余作此書 淚諸於筆末其下 不能敬書 而於割筆 我是不理解 背這個幹什麼 哭這個幹什麼 哭這個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很讓人遺憾 其實剛才提到的是 在這一次有關於預算法83條跟84條 有多少國民黨的委員 包括王洪威賴士堡 還有民眾黨的 那甚至於洪孟凱 還有張志倫跟徐欣穎 他們是要刪掉特別預算 如果刪掉特別預算 這個刪掉特別預算的話 那也就是在震災當中 台灣遇到任何重大的事情 以後我們沒有緊急的錢可以用 完全不能動之 還有那個傅崑奇 今天吵著說要跟蔡英文 一起要搭這個總統專機 要到花蓮去 他說這個路都斷了 那這個我沒有辦法去 所以我一定要跟總統搭專機去 後來是跟內政部長 現任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搭直升機過去 可是你知道傅崑奇 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提什麼案嗎 國道六號從埔里打通中央山脈 一路要到花蓮花東快 你看現在我們的台九線 如此的脆弱 我們大清水斷崖的 那個所有的隧道路 是斷成這個樣子 但是他要花三兆去蓋花東快 他要花這個也是在三兆裡面 他要從國道六號要貫穿中央山脈 台灣的地質能這樣搞嗎 但是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要嗎就是要破壞台灣的地質 要嗎就是要讓我們的這特別預算 讓你沒有地方可以用 那你在對照 日本對我們台灣的那個善意嗎